超猛女孩对男孩一见钟情 可男孩却对女孩百般嫌弃 当女孩彻底死心后 男孩却爱上了女孩 真是虐妻一时爽 追妻活葬场 男孩能顺利追回女孩吗 今天木卫给大家讲一个高甜爱情电影 怦然心动 小美是个甜美可爱的小女生 这天她家对面搬来了一个男生小帅 看见小帅明亮的双眼 小美对她一见钟情了 最后小美主动找上小帅 可她好像很害羞 刚巧两人还在同一个班级上学 于是小美对小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可小帅并不喜欢小美 为了赶走小美 她故意与小美的死对头交往 可没多久就被对方发现了她的意图 小美看到这一幕甭提多开心了 小美的父亲非常喜欢画画 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小美 只有全方面的看清事物 才不会被其某一部分而迷惑 小美不太理解父亲的话 直到她无意间爬上一棵梧桐树 在高高的树枝上 她看见了从未见过的美景 这才稍微理解了一点父亲说 官物全貌的话语 但没多久那棵树就因为施工而要被砍掉 小美抱着树干 哭着求小帅等人帮她保护梧桐树 可小帅转身上了校车 并没有搭理小美 最后这棵树还是被砍掉 小美也开始重新对小帅的感情 随后她决定把心思花在学校的科学展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美成功用鸡蛋孵化实验 打败了小帅的火山模拟实验 获得了第一 在小美的精心喂养下 小鸡开始长大下蛋 出于好心 她把蛋送了些给小帅 可小帅的父亲觉得鸡蛋不干净 要小帅把鸡蛋还给小美 可小帅怕这会伤害小美 便偷偷要把鸡蛋扔掉 但这一切还是被小美发现 她拿回了鸡蛋愤怒地转身离开 此后小美变得对小帅十分冷漠 小帅知道自己是真的伤害到小美了 这天她和外公一起在外面散步 外公和小帅讲起 有的人就像一道光 当她走进你的世界里 你会发现世界变得多姿多彩 这让小帅想起了小美 次日她鼓足勇气向小美道歉 可小美不嫌不淡地接受 让她十分不得劲 此后小帅不禁越发关注小美 这让她十分苦囊 于是她找好友说出了心事 可对方却嘲笑小美的亲人 小帅虽然不认可 但又不好意思说 只能随口应付两句 可她不知道 这一切已经被小美看在了眼里 这件事让小美开始讨厌小帅 可小帅这时已经慢慢喜欢上了小美 真是孽缘呢 晚上小帅一家人邀请了小美 一家过来吃晚饭 小帅本来想借机和小美套套近乎 可小美直接说出 她和好友嘲笑自己的事情 整个晚宴她都没怎么搭理小帅 后来学校举行了一场慈善募捐活动 小帅被选中慈善午餐活动的竞拍对象之一 知道这个消息 小美又不淡定了 她害怕自己会出手竞拍小帅 于是出门特意不带钱 可路上一直拿鸡蛋的阿姨 硬是塞给了她一些零花钱 在拍卖会现场 小美看到衣着帅气的小帅 她又差点心动 为了控制自己 她特意拍下了一个先出场的小男孩 两人午餐的时候 小美装作聊得很开心 这一切都被小帅看在眼里 她实在忍受不了 直接走到小美身旁 她拉着小美想要吻她 却被小美一把推开 遭到拒绝的小帅并没有气馁 她拿着铲子 来到小美家的院子里开始挖洞 小美看到气得想出去打人 父亲却说 这是她允许的 原来小帅想在这里种一棵 她最喜欢的梧桐树 看到这里 小美一下子明白了小帅的心意 两人来到院子里 在小帅诚恳的眼神下 两人一起种下了这棵充满爱意的梧桐树 整部电影通过小帅和小美不同的身份视角 让我们看到了两人对于情感完全不同的心理路程 这懵懂又纯粹的恋爱历程 让木卫心里都对爱情产生渴望了 看完点赞关注的小伙伴 据说都会收获甜甜的恋爱哦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